大家好,我是格子,我们都知道对于退休的叔叔阿姨来说呢,最关心的就是每月能领多少养老金 那退休每月能领4800元的养老金,在全国属于什么档次呢?能过上小康生活吗?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什么叫小康生活呢?就是在满足温饱的情况下,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的改善 说白了就是除了吃饱了喝足了,你还有钱去健健身捋捋游,想买点什么,买点什么 这就叫小康生活 那据统计2016年全国的平均养老金是2300元左右 我们都知道养老金每年在以5%左右的速度在上涨 那截止到2019年全国平均养老金就达到了2800元左右 那4800元的这个退休养老金呢,显然高于这个国家2800元的这个平均水平了 高出来这个2000块钱呢,快高出来一倍了 所以说你每个月呢,如果能拿到4800元的养老金啊 在这个全国的养老金水平当中呢,就算偏上等了,就算比较高的了 但是具体呢,还要看你在哪个城市生活啊 比如你在三四线城市啊,你像兰州啊,桂林啊,这个洛阳啊,这些三线城市啊 可能你这4800元的退休金啊,就能过得非常的滋润啊 除了这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,可能你还能啊,每个月省下来2000多块钱啊 一年咋来两三万啊,还能去这个大城市旅旅游啊,或者健健身 但如果你是在这个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啊,每月领4800元这养老金呢,就不算特别特别高的了啊 因为这边的这个消费高啊,还有它的平均养老金本身就高啊 你像北京这条啊,2019年啊,人平均养老金呢,就是3900元左右啊 但是这4800元呢,即便是在一线城市啊,也是高于这个人均的这个平均养老水平了啊 所以说呢,即使是在一线城市啊,也可以过上啊,小康生活啊 只不过没有三四线城市啊,过得那么滋润罢了 好,那朋友们,你们每个月的养老金是多少钱呢 你们在什么城市呢,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在留言区留言,咱们相互交流 喜欢就关注格子,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件事 好,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,拜拜